新聞開始來關心台南北區有騎士 路口減速不慎自摔 沒有想到事故發生五分鐘 警方還沒到現場 在同一個路口又發生了轎車右轉 撞上騎士的事故 另外在安南區則有騎士雙載 後座乘客疑似喝醉了 竟然在等紅燈時下車 對著其他乘客破口大罵 這名乘客的行為 不但涉及公然侮辱罪 也違反道交條例 停等紅燈後座乘客突然下車 對著騎士就是一陣罵 罵完男騎士接著罵女騎士 罵完之後竟然又坐回後座 被罵兩人一頭霧水 完全不知哪裡惹到他 臺南安南區騎士雙載 後座乘客疑似酒醉 趁停等紅燈 無辜下車怒罵他人 違規行為依法可罰五百元 而在北區竟然發生同個路口 連續車禍 騎士減速不慎自摔 痛得躺在地上 民眾見狀趕緊上前幫忙撐傘 結果車禍才發生五分鐘 警方還沒到場 又發生轎車右轉撞上機車 路口先後量起車禍不到五分鐘時間 駕駛騎士上路多注意路況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黃富奇 台南採訪報導